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野的姿态挑战市长选举 他的团队采取了什么方法与民众互动呢 争取支持呢 一块来看看 来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来 给大家请安问好 谢谢 谢谢 来 来 谢谢 这期观目的 画面上是七堵市场 人声鼎沸 国民党市长参选人谢国良 来到了市场不断地跟民众互动问好 发送宣传小物 而旁边还有团队伙伴来进行手机直播 这是在野身份的谢国良采取的选举策略 从街头再出发 近距离的来接触在地民意的温度 而民众实际的回馈也很直接 让他充满信心 好 再一次 好 谢谢 谢谢 我觉得第一线 就是永远在基层跟民众接触 可是因为跟民众接触永远只是一小部分 所以现在透过直播 我们可以让大家知道 我们每天早上准七点钟 就在各个地方跟通勤族问候 那因为通勤族早上不论是起来 或者是在搭车 其实都还是有空闲的时间 现在有很多通勤族朋友 或上班族朋友都说 每天早上起来一滑到手机 第一眼看到的其实就是小爱爸爸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习惯 让他们睡醒第一眼就看到我 所以我们现在每天 像这个是买菜的行程 但是我们之前其实 我们在这个每天早上的通勤族问候 才是我们的重点 那通勤族就很辛苦 我们的策略 我们的目的 也就是要把就业拉回到基隆来 这一点现在也是广为人知 这是未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 跟民众的这个密切的活动 是不是有一些蛮好的回馈 对 是 日程你也看到了嘛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问候 买菜的姐妹们的过程中 大姐们大哥的过程中 来 你好 谢谢 其实大家都有看到嘛 事实上我们的这个 大家也都很关心 也都很认同我们这一次 深入基层的一个这样子的做法 所以我相信我这次一定会胜选 我相信 那大家也都非常的支持 那你知道有很多人甚至抓着我的手 就说 拜托你啊 拜托 我以为我要跟他拜托 为什么他跟我拜托 他的意思是跟我拜托说 不要让民进党再执政下去了 尤其在基隆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这次感受到 跟以前选举不一样 就是民众的那个情绪已经沸腾了 其实是已经到一个高点 那这个是我们要为民众来做的 那当然我们要争取这个服务的机会 但这个就是过程 这是我亲自的体验 所以我也要还原给观众朋友 让他们来了解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的心里的感受 跟那些抓着我的手的民众 跟大姐大哥们 其实感受是一致的 因为你现在没有 比较没有任何职务 也不是那个执政当局 是不是说这次打起来会特别的辛苦 我觉得我们自己努力 然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实力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部队 最主要真正的部队是什么 是一般的民众 是我们的所有的基隆市民 他们才是我最坚强的后个 我的对手虽然是现任立法委员 可是我认为他对我并没有什么真正的 大哥谢谢 他对我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优势 我反而觉得他的现任立委 绝对是他的一个包袱 因为陈维仲最近他们阵营也才谈到了 基隆其实就是只有一席立委 跟一席市长 如果这席立委不小心当选市长了 那整个又要改选 所以对民众来说 真的是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所以我认为我的立委 我的对手他是有立委包袱 他并没有所谓的立委优势 曾经担任过立委的谢国良 目前转换由在野身份来挑战市长宝座 但是从现场的观察 谢国良跟民众互动的真实状况 让团队感到满满的温情 让他们从街头再触发的信心 不断的沸腾 忘记辛苦跟劳累 好可爱的妹妹哦 记者黄日升基隆报道 谢谢妹妹好 暖暖街衔接水源路双龙桥的路口 由于车流量大 又是一个接近360度的双向转路口 驾驶人或骑士已不注意 经常造成交通意外 因此市议员林敏勋 特地邀及相关单位 和暖暖里长陈建新 一起办理会堪 将在10月中旬左右 设置软植分享杆 提醒用路人小心注意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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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好 这位大哥你也帮帮忙 骑车要专心 差点就撞到对象汽车 吓得在现场一起会堪的警察伯伯 也大声提醒注意 但这就是暖暖区暖暖街 衔接水源路这个危险路口 经常发生的危险现况 由于车流量大 又是一个360度的双向回转路口 驾驶人或机车骑士 亦不注意经常造成交通意外 因此市议员林敏勋 特地邀及市政府交通处 警察局交通队 以及三分局等相关单位人员 和暖暖里长陈建新 一起办理会堪 决定将在白色潮化线上 加设软植分享杆 提醒用路人小心注意 因为双龙桥 然后下去的时候 两侧的车速都非常快 然后回转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装这个 然后请他们来会堪 双龙桥出来的民众 不管是骑车 不管是开车 那有些会有回转 要往暖西国小方向的这个需求 那也有可能是从暖西国小方向来 然后要左回转 进去到我们双生土地公庙 那这边车流量其实蛮大的 那车速有些也挺快的 那所以说时常发生那个大小零星的这些车祸 那所以说里长强烈建议说这一块 之前我们其实我们在早在上半年度 我们就办过会开 那原本是先把潮化线加长 那想说可以 就是大家会遵守那个潮化线的那个 标志标线的这个指示 来做这个办理 然后来做这个通行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 还是会直接就是跨越到那个 那个潮化线上面 然后回转时常发生车祸 那险下还生非常危险 这是我们今天才特别在邀集的这个 相关单位包含交通队 交通处跟这个区公所 还有里长这边 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会开 那希望说在这个潮化线 这个回转的潮化线上面 来定制这个软植的分向感 那希望说有效的来做一个分向的区分 那希望说大家在回转的时候 除了放慢速度 那也按照这个软植分向感的这个区分 来做一个回转 那多看看 然后我们就可以那个减少一个车祸 市政府交通处方面也预定 在10月中旬左右 设置好软植分向感 搭配现有的反光镜 希望可以更有效减少这个路口的 交通意外事故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中秋佳节是家人开心团聚的好日子 为了让弱势民众也能感受到过节的气氛 基隆市议员佟姆子伟 从当选议员开始 四年来每年的端午中秋及春节 都会致赠百分的礼盒 给仁爱区四所国小的弱势学童 背后支持童子伟 持续这项公益活动的扇心人士 首度在媒体前曝光 现在就带您来看看这位 为善不育人知的慈善家 中秋节快乐 给派修 中秋节快乐 要待会去给家里 中秋节前夕 基隆市议员佟姆子伟赠送基隆知名月饼礼盒 给基隆市仁爱国小弱势学童 这项公益活动已经持续四年 捐赠者是这位相当低调的刘先生 也是仁爱国小校友的他 每年三节固定捐赠一百分礼盒 刘先生强调 因为受到童子伟的理念感动 希望透过实际行动 让社会更加温暖 我认识童议员是在他还没有就任议员之前 我就与他相识 然后听过他讲一些 他对于这个基隆地方 以及社会上的一些 他想要服务 以及有这个热情 那我被他的这个热情所感动 加上我自己本身也是基隆的 土生土长的子弟 那我觉得听童议员他的讲法 我觉得他能够真正的把 我们回馈社会的心 真正落实到最基层的民众的身上 所以我就决定从 童先生当议员之前 我们就开始利用协会 做这样的一个活动 其实做这件事情 是很开心一件事情 那希望能够借由媒体 让更多的人能够 投入这个工作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那相信就是 真的是会让自己 变得更开心 觉得生活更有意义 很开心 因为感觉这礼盒里面 的东西很好吃 小朋友开心的捧着 刚拿到的秋节礼盒 包括仁爱 性意 男农 及成功这四所国小的 弱势学童 在每年的端午节 中秋节及春节 都能获得节庆礼盒 让童主委相当感动 非常感谢刘先生 长年以来对这个 弱势家庭的关怀 每一年到了三节 刘先生都会主动的 到服务处来 希望来美合我们 仁爱区的四个小学 然后把弱势户的关怀 送到他们的手上 那我想这份善举 一直以来都非常感动 因为刘先生是默默行善付出 为善不欲人知 其实那他今天愿意受访 其实我也很意外 那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 知道说有很多小朋友 还是需要我们社会的关怀 那也希望抛砖引玉 让我们社会各界关心 我们基务师的弱势小朋友 校方也肯定童主委 争取民间资源协助弱势学童的用心 尤其持续不断的做法 更能让小朋友留下美好的童年回忆 与家人欢喜过中秋 其实在社会上帮助弱势的孩子很多 但是刘先生这个是非常特别 对我们学校来讲 因为他连续四年 而且每一年的三节 对我们同一群的孩子们 表达这个关怀 我想这个长期跟持续性的关怀 其实对孩子来讲 会是有很深的一个感受 所以在这边也非常的感谢刘先生 那也非常感谢同志委同议员 帮我们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资源 然后来关怀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孩子能够在三节里面 连续四年都能够暖心的过节 中秋节快乐 记者张其辰金融报导 中秋节前夕六渡地区的慈凤宫 在庆祝主助神明玉皇三公娘诞辰的同时 也特地办理中秋爱心活动 分送了白米面条以及洗衣巾等民生物资 给150户左右的弱势家户 中秋节前夕 位在七渡区六渡地区的基隆慈凤宫 在庆祝主寺神明玉皇三公主娘诞辰的同时 也特地遵循三公主娘的大爱 结合包括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等地方人士 和姓众们 陪同慈凤宫公公主和主委副主委 以及志工们 办理中秋爱心活动 一起出钱出力做善事 分送白米面条以及洗衣巾等民生物资 给150户左右的弱势民众 受到一皇三公主娘的告诫 说跟我们讲世上苦人多 世间世上苦人多 所以持奉公的各位师兄师姐们 大家都秉持人鸡鸡鸡鸡 人腻腻腻的精神 发挥大爱 秉持三公主娘的精神 然后来发放物资 然后祈求我们的社会大众 然后也是一同来发挥爱心 救助各贫困的家庭 最后金融持奉公公在这边 祈求全球 疫情能赶快远离 大家生活能步入正常 家居安康 尤其在中秋节前夕 利用我们师兄师姐 还有社会的 企业爱心人士的爱心物资来发放 我觉得真的是 不予以利的 在帮助的这个弱势族群 尤其所谓的血中中炭 真是让我个人 非常的赶贝他们精神 也在这边呼吁 所有更多的 我们的实战爱心机构 能够共同的来参与 让这些小孩能够发挥大爱 到台湾到处充满的 一个窩心的社会 民众前来领取中秋爱心活动的物资 也让大家倍感温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节能家电 简碳新生活 节电 我家的幸福超配备 走出户外 享受自然风 节电是一种生活超品味 节约能源 超简单 灰洒汗水 节电超乐行 聪明用电 超流行 节电从我改变 民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波榜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各位朋友请注意 土地如符合地价税自用 及减免规定者 请记得于九月二十二日前 提出申请 错过要再等明年咯 夏末秋凉好时节 团圆共聚赏月圆 红式甜饼奇分享 欢度佳节好时光 月圆人团圆 中秋节快到了 金融邮局汇集了民众的爱心 募集到329盒月饼礼盒 由金融家福中心转交给受福住家庭 另外更与台湾邮政协会合作 赠送了140盒月饼礼盒 给服务无家者的人安 及关怀长者的华山基金会 希望在秋节前夕 让弱势民众都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精彩的越野车特技表演 为这项公益活动揭开序幕 为了让弱势民众也能开心过中秋 金融邮局在i邮购平台 募集知名月饼送爱款礼盒 结果获得民众热烈回响 共募集到329盒 将由金融家福中心转交给受福住家庭 金融邮局为了关怀弱势的家族 那善尽企业社会的责任 支持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 特别将是i邮购平台 募集到的 维乐山丘的爱心礼盒 329盒 要转赠给弱势家庭 在此要特别感谢 基隆家福中心 他将爱心的物资 分享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对于基隆邮局方面的爱心 基隆家福中心相当感谢 让经济弱势的家庭 也能感受到中秋 月圆能团圆的幸福 非常感谢基隆邮局 他们每年 其实逢年过节 都来帮忙我们一些家庭 能够增加一些过年的氛围 尤其在今年中秋节 是在好几个月之前就告诉我们了 他们来募集一些这个月饼 然后让我们的孩子跟家庭 也能够吃到圆圆满满 也能够过一个好期 我们这次应该会发给我们的家庭 将近600户 将近600户的这个孩子 都能够分享到这样的这个大众 社会大众的一个爱心 基隆邮局方面 另外也与台湾邮政协会 一同捐赠月饼礼盒 及趴趴枕给照顾独居长者 及街头上无家者的 华山与仁安两大社福机构 再进行转交 活动最后 由游物市骑乘电动摩托车 从国门广场出发 将部分爱心物资 直接送到独居长者和弱势家庭手上 让今年的中秋节 充满了爱与关怀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 疫情似乎又略回升 又带你来看这个中秋节快到了 但是这个烧肉店的业绩 似乎是不受影响 去年中秋党期餐厅内用约8成 外带约2成 今年的中秋党期内用预约 电话是询问不断 业者就推出了外带组 预估这个内用会突破9成 外带预估会再成长2到3成 和牛在烤盘上烤得知识作响 中秋节快到 但疫情似乎又回温 民众到餐厅用餐有顾忌 但又不想自己准备食材 决定到烧肉店买外带组回家自己烤 这是牛肋煎条及牛小排 那这个是猪梅花以及猪梅花心 那这个呢是当日的 杏牛西腿肉以及鸡松板 那还有我们相当受欢迎的牛五花 那是逢这个中秋党期 我们推出了吉尚牛顺河的 外带烧肉组合 那肉量呢重达了1.2公斤 吃得到牛鸡猪等十种的食材 那每份套餐呢也都包含了这个泡菜 美生菜以及就是烧肉酱 还有昆布盐 让民众回家自己烤呢 还能做食材 变化搭配非常的超值 业者抢在中秋节展店 窗外就是无敌海景 满满一桌食材 有牛肉 鸡肉 猪肉 一整个套餐 任凭顾客挑选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看看 因为其实光看他这整个 这个套餐的整个分量 还有整个这个肉质 我觉得其实都还是算是一个 蛮经济实惠的一个选择这样子 如果不想要自己这么的麻烦 要准备这些烤肉的器材 或者烤肉的食材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我觉得以这样的价位 有这样的品质是还蛮不错的 180度的海景搭配烧肉美食 自助式的吧台饮料 中秋节还没到 定位已经达到八成 相较去年的疫情前后 今年业绩大幅上涨 预估今年的内用 渴望突破九成 外带预估也会再成长二到三成 疫情的趋还下 目前我们这个定位的状况 大概来到了八成左右 那预计中秋档期会超过九成 那同时在外带的部分 也预计会同步着成长两到三成 随着疫苗覆盖率变高 民众恢复正常生活 但疫情稍微回温 业者不敢大意 推出中秋外带套餐 延长用餐时段到凌晨四点 就是要拼翻桌率 全力抢工 烧入市场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 金融有一名骑士 行机信六入口 准备右转 结果冲出来一名男骑士 双方差一点撞上 对方突然暴怒 公然在马路上咆哮 甚至还拿出铁棍恐吓 骑士是立刻报警 全案地检署侦查终结 依妨害自由 损毁公然无路等 起诉这个逆向骑士 骑士行进入口 准备右转性流路 突然前方冲出一辆机车 逆向行驶 双方差影撞上 吓得赶紧按喇叭示警 逆向啊 这是机车啊 没想到逆向的骑士 直接下车 用身体挡住他的去路 这有没有碰我 走下 这拍拉 逆向很危险耶 你跟我说话说哦 日前 基隆信一和一六路口 爆发了行车纠纷 当时骑士右转 险跟逆向的阳性男子 发生碰撞 你遇过坏了 有不要逼我 有不要口信用擦啊 叫警察也一样啦 叫我叫 大公你快点叫啦 违规骑士 从车厢拿出铁棒挥舞 还一度敲打机车 还不是有道歉哦 本案发生于111年3月20日傍晚 影片的双方因细故于本市 信一一六路口发生行车纠纷 期间阳性男子呢 有持铁棒叫嚣辱骂之行为 后续警方于接获被害人报案后呢 立即于当天通知阳性男子道案说明 征讯后全案一 妨碍自由毁损 公然侮辱等罪名 寒送地检署偵办 令对于阳性男子违反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45条之行为 也进行举发载案 警方在此也呼吁驾驶人 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如果发生行车纠纷 请第一时间报警 切勿因一时情绪控管不佳 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只是安医生喇叭提醒 逆向歧视突然暴怒 不只出言不逊 还亮出了铁棒攻击 男子最后得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因为我很怕胖 所以我跟你讲不会太甜 然后味道很 蛋黄的味道很香 很香 跟传统蛋黄酥真的不同 绵密蛋香究竟秘诀在哪呢 在地烘焙业者也不常思 答应在口盘上 今年的蛋黄酥的奶香味跟酥度 还有里面的那个红豆馅跟蛋黄 都特别的改良过 今年的蛋黄也是比较软 然后呢 今年的红豆馅变比较不甜 那你可以吃到更多的奶香味 跟那个蛋黄酥的那个皮 是香气 是跟以前完全是一不一样 是加两倍的味道 还有包着俗成黑筋的乌鱼籽 前年新创后就一直很受欢迎 今年整块乌鱼籽香气 从月饼内飘出 刚出炉的新滋味令人难忘 很清爽的乌鱼籽 而且吃起来不会很油腻 乌鱼籽的味道很香很香 你可以吃到乌鱼籽的味道 然后可以怀念那个 咸咸又甜甜的豆沙味 在里面的融合的口感 还有顾客一进门就问 你好 请问和牛绿豆碰还有吗 我们和牛绿豆碰卖完了 虽然已经完销 但业者推荐的最新可谓 冬入桂花的绿豆碰 你知道绿豆碰在我们基隆 算是大家都会很喜欢的味道 然后绿豆碰在基隆 卖了非常多年了 所以我们在中秋节的前15天 都会做限量 就会出桂花版的 因为桂花跟绿豆沙加起来 其实还满搭的 有一种甜甜的香气 那桂花会放在你嘴巴里面 慢慢释放那个桂花的香味 特制的绿豆馅 加入处理过后的桂花 搓揉成型后 印上桂花两字 才算大功告成 我喜欢绿豆泡 嗯 真的 业者挖空心思 创新可谓 还要推险出新包装 抢攻中秋节月饼市场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专心的挥拍击球 这里是软软运动公园网球场 在进行地平及照明设施改善后 整个球场环境焕蓝一新 让球友搭站很有感 已经使用育20年的 软软运动公园 设有直排轮溜冰场 网球场及篮球场等 为了提供民众更好的 运动休憩活动空间 在立法院蔡世英协助 向中央争取补助 1945万元 及基隆市政府 自筹1458万多元 依序进行环场步道 儿童游戏场 及各运动场地地平 及照明更新优化 希望提供民众 更完善的运动休憩活动空间 这个的场地 基隆有时候常下雨 所以地平是需要整理的 那这一次的启用 是针对球场的地平 跟灯光的改善 因为这边尤其在晚上的时候 不会干扰到旁边的住户 所以喜欢运动 尤其白天上班 晚上回到这边运动 是最好的一个场地 长期争取 软软运动公园 优化了当地市员 呼吁爱好运动的民众 多多利用 并期待在多雨的基隆 能争取设置更多风雨操场 本身是篮球很重度的爱好者 所以这个场域其实我昨天才在这边打过 那这个地平翻修完毕之后 跟我们球友来聊天 都觉得非常的好 那包含旁边的网球场 其实因为网球设备 其实最重要是夜间照明 恩典也在这里期待 我们基隆多雨的天气 那往后再继续努力 能够争取这个风雨操场 让这个冬天我们多雨的天气 更多的人能够来使用 蔡司映泽强调 这是第一阶段改善 未来如果有机会 将规划增加风雨球场的数量 让基隆市民不受气候影响 随时享受运动乐趣 这是第一阶段 那我想适应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也许我们要增加 风雨球场的这样的一个数量 虽然目前我们在各个学校 很多学校都已经有风雨球场了 或者在很多学校 都有所谓的儿童的游乐园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甚至已经做到 风雨半风闭式的方式 但我希望像轮轮运动公园 是全基隆市最大的运动公园 也是唯一的一个 我们希望未来在这个地方 增加更多的半风闭式的建筑 让各位民众 即便在下雨的期间 仍然在这个地方 能够很顺利的来做运动 请起用 大家总声鼓励 势力体育场方面表示 这一次整修除了解决过去场地不佳的问题 连周边厕所都大幅改善 金融市政府会加强管理维护 也呼吁民众共同爱惜使用 记者张旗藤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间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间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青森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中秋节快乐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夏末秋凉好时节 还原工具赏月圆 同事甜品其分享 欢度佳节好时光 月圆人团圆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速只能这样吗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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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1 1 11 10 10